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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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倒在了自家椅子上 眼泪不争气地从眼角流出来 他该怎么办 赵大哥这么说 相公肯定是必死无疑了 夏小蝶用强撑的最后一口气 拖着肚子跪在大哥面前 坚定地说道 大哥 人是你带出去的 李明阳还是你的亲弟弟 我现在怀孕了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李明阳是丈夫的名字 大哥叫李明贵 李明贵陷下小蝶如此坚持 说道 弟妹你放心 我一定会继续找人去山谷探寻 以后你的家我也会负担 找不到弟弟 我会好好照顾你们娘俩的 夏小蝶听了有点不自在 可是这个节骨眼 他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找相公要紧 大哥回来报完信之后 就又去工地了 夏小蝶嫁给相公李明阳的时候 李明阳告诉他 哥哥前些年死了妻子 留下一个十岁不到的儿子 他还没有嫁过来的时候 李明阳一直和哥哥生活在一起 三个男人生活了好久 直到夏小蝶嫁过来 家里才有了一点生活气息 所以那个时候 相公李明阳就只求下小蝶的意见 问吃饭的时候 能不能把大哥和侄子喊过来一起吃 要是兄弟俩出去做工了 能不能让夏小蝶照顾一下侄子 夏小蝶觉得他们兄弟情深 而且小侄子也挺乖巧懂事 自然没有什么意见 前段日子 村里的媒婆要给大哥介绍一个女子 让大哥再娶一个 大哥说不能委屈自己的儿子 不找后娘了 气得媒婆破口大骂 说李明阳不知好歹 相公和夏小蝶聊天的时候 也说起大哥家里默个女人真是不方便 其实夏小蝶知道 相公是怕自己嫌弃大哥天天来蹭饭 自己会生气 才这么说的 其实夏小蝶也奇怪 怎么大哥一直不那个新嫂子 不过别人的事情 他也不随意过问 如今丈夫摔下山崖失踪了 他更加没有闲暇的时间去理会大哥的事情了 时间一过就是两个月 下个月就要临盆了 可是丈夫的尸体还是没有找到 夏小蝶看着自己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他眼睛里的泪水也一天比一天多 都快哭下了 有时候晚上哭得太厉害 早上起来模模糊糊的一片 都看不清房间里的东西 要不是自己的家 对白方的东西比较熟悉 他早就摔了好几个大跟斗了 家里的男人都不在家 连小侄子也去外面找人玩去了 夏小蝶只好拖着九个月的运动 自己拿着水桶去村口的池塘打颠水过来 再过一个月就要生了 他的脚已经扶胀的不像样了 他现在才体会到什么叫夫妻同心 其力断金 家里没个女人不行 没个男人更不行 要是他的相公还活着 现在已经在家里陪他了 哪里还要他自己来打水 夏小蝶来到水塘旁边 已经去喘吁吁了 他坐在旁边的石头上 先喘口气再说 哪知这个时候迎面走来了和他同村的铁三鞭 这铁三鞭是此人的外号 任何人惹了他 他都会拿出随身携带的鞭子 给对方三下打得对方哭啼喊娘 夏小蝶还没有嫁过来的时候 铁三鞭曾经来过他家提亲 夏小蝶看见他那个无赖的样子 把他赶了出去 还告诉他就算这辈子不嫁人 孤独而死也不会嫁给铁三鞭 当时可把铁三鞭气得够呛 如今夏小蝶的情况 想必是传遍了附近的各个村庄 铁三鞭也早已知晓 他迈着吊儿郎当的步伐 脸上露出了贼笑 朝夏小蝶走过来 轻浮地说道 这不是夏小蝶吗 当初不嫁给我 现在死了男人 连拖油瓶还没有出生啊 要不你重新考虑考虑我 这个拖油瓶出生之后 我给你好好照顾着 但是你再给我生个孩子怎么样 夏小蝶一听 就拿起水桶朝铁三鞭扔了过去 嘴里骂道 呸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还想让我给你生孩子 你死了这条心吧 你放心 你这重恶人 上天会让你一辈子打光棍 我就算丈夫不在了 将来还有个孩子陪我 铁三鞭被这样一说 夹紧了自己的眉头 他狠狠地说道 你真以为自己还是什么黄花大闺女吗 你这姿色就是放在百花楼 也没有几个男人愿意多看你一眼 说完便解下腰间的鞭子 想对着怀胎九月的夏小蝶抽过去 夏小蝶害怕的一朵 眼前忽然闪过一个人的身影 将甩过来的鞭子拉住了 夏小蝶一看 是大哥 他怎么回来了 李明贵话不多说 用力一拉 就将铁三鞭的鞭子 从他的手里抽了过来 并且嘲笑道 看来你也只是个子老虎 一点力气也没有 你真的会用鞭子吗 吓唬女人算什么本事 这铁三鞭虽然有根鞭子 但是只会欺负弱小 而且长得跟猴子一样精瘦 李明贵比他高个头 现在抽走了他的鞭子 他就不能再兴风作浪了 接着灰溜溜地跑了 边跑边喊 你们给我等着 本大爷迟早有一天 找你们算账 李明贵看着夏小蝶行动不便的样子 问道 弟妹你都快生了 还来打水 怎么不让我家那个臭小子来 他是不是又跑出去玩了 说完就赶紧打了一桶水 踢到夏小蝶院子里了 夏小蝶又问道 大哥 明阳有找到吗 怎么样了 你们到底有没有在找 我这快要生了 他怎么还没有找到 说住又哭起来了 李明贵从矿山回来 已经很累了 现夏小蝶如此 便让他好好休息 自己去屋里做了饭 当他做完饭 他的儿子也从外面回来了 李明贵就在夏小蝶的家里 和他一起吃饭了 还有自己的儿子 夏小蝶吃着饭 心里想 相公现在下落不明 自己和大哥这样在一起吃饭 难免会落人化病 可是又不能直接 当住大哥的面说 况且自己现在临盆在即 万一得罪了大哥以后 有什么事情找谁帮忙呢 夏小蝶的心中很是为难 这时隔壁黎神推门进来了 他看见三人坐在一起吃饭 心直口快地对着李明贵束落到 阿贵啊 不是神子说你 叫你再娶个媳妇你不愿意 还跟媒婆吵架 你弟弟现在下落不明 你天天来你弟媳家蹭饭 你们三个这样坐着倒像是一家人 你不娶亲没事 人家小蝶可是个女人家 你让她以后怎么做人 李沈这话正中下小蝶意 李明贵听了之后 脸上掠过一丝的不悦 但她还是淡定地说 李沈知道了 今天我是刚好看到弟妹在提水 帮着抬回来了 她都哭得莫力气做饭了 我才帮着做的 以后会回自己家的 再这多麻烦弟妹 我家这兔崽子也淘气 哪能待在这里捣蛋呢 李沈献她这样说 心就宽了 开心地说道 就是说嘛 原来是误会啊 我想阿贵也不会这魔不识去 李沈说主都快忘记自己来的目的了 她赶紧拿出自己手上的一块布 摊开来给下小蝶 告诉小蝶这是她孙子用过的强宝 现在孙子长大了 正好拿来给小蝶用 自从相公李明阳失踪之后 左离右舍的人都对夏小蝶关怀有加 他们正说住 夏小蝶的肚子忽然痛起来 李沈赶紧扶她到床上 帮她检查了一下 兴许是下午去提水 给累着了 看来孩子还没有足月 就迫不及待要出来了 李沈以前就是个产破 她准备帮小蝶接生 但是只有自己的话 肯定人手不够 于是让李明贵赶紧去把隔壁的王沈 还有赵大娘过来帮忙 在三个妇人的齐心协力下 夏小蝶终于听到了哇哇的哭声 虽说还没有足月就出生了 可这哭声可不比其他的孩子差 李沈开心地说 恭喜恭喜 是个女儿 虽然现在还找不到你们家名养 但是多了个小棉袄 家里又热闹起来了 夏小蝶看着抱在李沈手里的女儿 躺在床上不住地点头 她知道这些神子的大恩大德无以为报 哽咽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李沈还让小蝶不要担心 只管躺床上坐月子 他们三个神子轮流过来照顾她 正所谓远亲不如禁令 这些都是应该的 大家一个村的就是要互相帮助 在神子们的帮助下 夏小蝶做完月子都已经两个月了 一天他在家门口遇见大哥李明贵 又问他相公的事情 李明贵只好吱吱呜呜地说道 小蝶 我弟弟确实已经找不到了 但是公投赔了一点钱给你 说住就从腰间拿出了一袋银子 里面整整有几十两 夏小蝶憋住自己的眼泪 问道 我不要这银子 你能不能用这银子再去帮我找找 大哥将银子塞在夏小蝶的手里 无奈地说道 找到了也已经死了 你还不如拿着银子将孩子好好养大 你何苦呢 接着就匆匆回自己家了 夏小蝶拿着银子气不成声 他回到家 看着还在墙堡中的女儿 给她取名李杏儿 希望孩子以后可以幸福 夏小蝶看着杏儿 再掂了一下手中的银子 他要把银子存起来 然后再去找份活做 给女儿攒嫁妆 有了目标生活 就有了盼头 夏小蝶从外面接了一些缝缝补补的活 每天趁女儿睡觉的时候 就在那里驾紧赶工 从来也不敢多休息 日子一天天地 总算熬过来了 这一天 刚刚吃好午饭 夏小蝶就把孩子哄睡住了 村里的刘媚婆就过来了 相公找了这魔 久都没有找到 就算她不想再嫁人 村里的媒婆怎么可能放过她 夏小蝶倒了杯茶给刘媒婆 刘媒婆小心翼翼地问道 小蝶啊 你家相公失踪也有些时候了 目前的情况应该是找不到了吧 小蝶值得硬着头皮答应着 嗯 对 不过相信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我见不到她的尸体 谁都没有资格说她已经死了 那刘媚婆劝道 哎哟 怎么那磨死心眼 你就再找一个得了 带着个脱油瓶 我听村里的那些神子 说你现在不仅要照顾孩子 还要缝缝补补 再这磨下去 怕是眼睛要瞎了 小蝶坚持自己的想法 回答道 我不怕辛苦 只要我相公回来了 情况就好办了 那刘媒婆见下小蝶这磨死心眼 便不再说什么了 起身要走 走的时候还不忘数落 死心眼的女人呀 没有好日子 这男人离不了女人 女人也离不了男人哟 等下小蝶刚刚把大门一关上 忽然听见屋里有动静 他以为兴儿醒来了 赶紧去看孩子 等他跑进去的时候 孩子不见了 这可真是晴天霹雳 他赶紧看了一下周围 屋子里的后门开了 等他追出去的时候 那人早就带着孩子翻墙出去了 他只看见一个背影 于是下小蝶赶紧喊 来人呐 有人偷孩子了 有人偷孩子了 正是大中午 一些村民们正在午睡 等他们起床跑出去的时候 那偷孩子的贼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下小蝶边喊边追 他追到村口 人都不见了 他在黎沈和赵大娘的帮助下 喊来了全村的男女老少 一起帮着找 村里村外 还有后山都找过了 可就是找不到 这下小蝶终于死了心 在最美好的年华 夏小蝶不仅失去了丈夫 也失去了自己的女儿 一伤心就生病了 大哥李明贵知道了之后 便带着儿子来看他 一连几天 李明贵都做了饭 让儿子带过去给小蝶吃 小蝶看着十岁不到的侄子 总是想起自己的女儿 李明贵献辞便说道 你就把侄子当成自己的儿子吧 弟弟走了 现在你有没有女儿 你要是不愿意嫁人 我让我儿子以后给你养老 夏小蝶听了很是感动 他以前一直误会大哥了 原来大哥是折磨一个有情有义之人 过几天李明良又要去工地了 就又把儿子留在夏小蝶的家 让他们两个有个伴 可以互相照顾 从此夏小蝶就把侄子 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 他发现这段时间相处以来 侄子比以前懂事多了 真是长大了 就是有时候出去玩忘了回来吃饭 怎么都找不到 每次回来饭都凉了 又是一个夏天的傍晚 小蝶去米刚咬了一点米 准备煮饭 他洗好米之后就放在灶头了 想先去外面批点柴过来生火 不一会儿 小蝶就拿着柴火进厨房了 他先是用理些木头碎浆火点着 趁木头碎起大火的时候 将那些柴火放进去引燃 平时柴火一点旧着 不知道为时磨 今天怎么点都没有用 就单单点火这个事情 夏小蝶快花了半住相的时间 还是点不着 他想不对啊 难道是这柴湿了吗 就把所有的柴都拿到院子里仔细的看了一下 都是好的呀 没有办法 换一批试试看吧 夏小蝶又在院子里捡了一些新的柴 确定是干柴 继续劈柴 劈完柴 重新抱着柴火 坐在灶头边 这下应该可以了 在夏小蝶的努力之下 灶头的柴火终于燃起来了 他一开心就将所有的大柴火和小柴火全部扔了进去 他只想着要快点起火煮饭 忘了这火要慢慢烧才能起来 结果柴扔的太多 将火焰都压住 顿时火又灭了 夏小蝶叹了一口气 嘀咕道 哎呀 天好黑了 什么时候才能吃上饭呀 大侄子等下要回来了 他不吃孩子还要吃呢 就在他抱怨的时候 一只双头蛇从灶头下窜了出来 因为柴火刚刚烧了一会儿 那双头蛇窜出来的时候 两个头都是黑的 还在吐着蛇性子呢 吓小蝶吓得一劣气 赶紧往旁边磨洞 现在他终于知道 刚刚的柴尾石膜一直烧不着了 想必是他每次把火点着的时候 这双头蛇在柴火堆里作祟呢 夏小蝶一边看着双头蛇 一边说道 你是不是饿了 要吃什么随便拿 别咬我就行 吃完拿好了 赶紧走吧 可别咬我 那双头蛇竖住身子 对下小蝶点了点头 不知道是不是对下小蝶表示感谢 随后这双头蛇就将头埋进了 夏小蝶刚刚洗好的米里 不停的扎来扎去 就好像小鸡灼米一样 一会之后 那盆洗干净的生米 就被吃得一粒不剩了 那双头蛇又看了看旁边的一块生猪肉 夏小蝶现了 对着双头蛇问道 你不会是想吃猪肉吧 那双头蛇又点了点头 这一块猪肉是夏小蝶本来想给侄子做红烧肉的 既然这双头蛇想吃 就给他吃吧 谁没有个困难的时候呢 这蛇也是一条生命 应该被善待 于是他将绑着猪肉的绳索解去 因为害怕双头蛇会咬他 把猪肉扔到双头蛇前面 就匆匆的缩回了手 待在原地不敢动弹了 那双头蛇刚刚低下头想咬猪肉 却被一阵唧唧唧唧的声音扰乱 双头蛇和夏小蝶都朝同一个方向看去 有一只老鼠想往米缸里爬 那双头蛇连肉都不要了 以最快的速度爬到米缸旁边 将老鼠叼在嘴里 这蛇有了老鼠肉之后 连猪肉都不要了 他往门口爬去 好像要回去了 在出门口之前 那双头蛇回头看看夏小蝶 他一个头叼着老鼠 一个头吐着蛇性子 忽然说话了 谢谢你的晚饭 我要提醒你 生米安 斗米愁 不能对你的侄子太好 去找自己的孩子吧 夏小蝶听了 瞪大眼睛 这蛇怎么会说话 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 不能对侄子太好 我自己的孩子 难道我的孩子还活着吗 他刚想问清楚 那双头蛇已经不现了 这时天空忽然打了一个雷 江夏小蝶惊醒 原来他太累了 煮饭的时候 坐在灶头睡住了 他赶紧站起来 准备将刚刚的米到进锅里 可是和梦中一样 米不见了 还有那块猪肉 上面绑着的绳子也解了 他来不及细想 就先去做饭了 他做好饭 又是等侄子回来 他等的时候就在想 怎么侄子天天这磨碗回来吃饭 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吗 梦中双头蛇说 不能对侄子太好 这是喂食磨 第二天下午 等侄子吃好饭之后 就尾随着他出门了 看看他每天都去哪里和谁玩 怎么天天这磨碗回来 跟了一会儿之后 他发现 侄子根本没有去找小伙伴玩耍 而是出了村口 朝一条大路走去 又上了山 好像要去找人 最后在山沟的一个茅草屋门口停下来 他看了看四周 现没有人便推门进去 还好夏小蝶藏得好 不然就被发现了 等侄子进去之后 夏小蝶也走进了那个茅草屋 他蹲下来 从外面的窗户房里看进去 竟然看见里面和侄子说话的是大哥李明贵 夏小蝶看见李明贵从怀里掏出一包小药粉 然后交给自己的儿子说道 爹跟你说 今天你回去的时候 就将这包药倒进你身子的饭里 等爹将来取了你身子 那么你小叔的财产以后 也就是你的财产了 侄子听了点点头 夏小蝶不敢相信 大哥竟然想对自己做这种事情 而且还是指使自己的儿子去做 难怪大哥要将孩子放在自己这里 他一直以为是自己失去女儿 大哥想让侄子陪陪自己 原来一切都是有阴谋 等侄子走远了之后 他准备从后面站起来去追侄子 他还要做饭 哪知道又看见一个他熟悉的人朝茅草屋走来 他赶紧躲起来 想看看还有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情 这来人正是铁三边 铁三边走进茅草屋 对着大哥说道 我说李明贵 我都那魔帮你了 你那弟媳还不上套 你什么时候可以将他得到手 李明贵笑了一下 阴险地说道 他现在孩子都被你给抱走了 一个人能干吗 今天晚上就开始行动 你看着吧 这个女人和我弟弟的财产 我迟早会得到手 对了 你把那孩子抱哪儿了 孩子还能抱哪儿 走远点随手一扔呗 我都忘记扔哪儿了 可能都没命了 铁三边说完 两个人便哈哈大笑起来 夏小蝶这才知道 原来自己当初打水被欺负 孩子被抱走 都是他们的阴谋 为的就是要将自己处于一个孤岛 没有任何心理支撑 果然是生米恩 斗米仇 自己不该对小侄子这么好 让他们惦记着相公的财产 等那两个恶人走后 夏小蝶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 他做好饭 侄子刚好回来了 他借口去上个茅房 离开了饭桌 偷偷地躲在窗户后面 看见小侄子将要放进自己的菜里 他回来的时候 侄子便说自己吃好了 要回自己家看看便走了 不一会儿 夏小蝶便装作晕倒的样子 靠在桌子上 李明贵和铁三边 果然不推门就进来了 他们两个看着倒在桌上的夏小蝶 发出了节节之笑 铁三边再次恭喜李明贵抱得地锡规 接着便不打扰他的好事先回去了 李明贵抱起夏小蝶就想往床上去 夏小蝶冷不丁 用手肘顶了一下李明贵的身体 从他的身上跳下来了 李明贵吃惊地说道 你,你没有晕倒 偷我的孩子 还想霸占我的身子 你简直不是人 你不要脸 我呸 夏小蝶朝李明贵吐了一口唾沫星子 李明贵心有不甘 想起深江夏小蝶拿下 哪知李沈和赵大娘带着一帮村民杀了进来 江正在门口的铁三边给堵住 抓了起来 然后他们来到屋里 李沈一声令下 好几个壮汉将李明贵扑倒在地 用绳索绑了起来 至此一切水落石出 都是李明贵的阴谋 可夏小蝶还是扑在李沈的身上 哭个不停 他伤心地说道 他们偷了我的孩子 我该去哪找都一年多了 李沈摸摸小蝶的头 说道孩子在这呢 只见一对老夫妇抱着一个一岁多的女婴走过来 原来一年多前铁三边将孩子偷走之后 就去附近的村子随便找了一户人家放在门口 那家的主人就是这对老夫妇 他们无儿无女就收养了这个孩子 但是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 怕照顾不了孩子长大便在各个村子找寻着孩子的父母 前段时间 同村的人认出了那孩子穿的墙包 下面写的名字是李沈的孙子 那墙包正好是李沈当时送给夏小蝶的 就叫那老夫妇来这个村子问问看 他们就抱着孩子来到这个村子 根据名字找到李沈家 李沈虽然不确定孩子 但是他确定那墙包确实是自己所缝制的 就赶紧让那老夫妇报来给夏小蝶看看 夏小蝶一看就认出了孩子脚上的印记 那是杏尔刚刚出生就有的 孩子找到了 夏小蝶总算安心了 就在大家要押着李明贵和铁三边去衙门的时候 一开门竟然看见了李明阳 在场的各位以为看见鬼了 都尖叫起来 只有夏小蝶抱着孩子飞奔过去 他一看见李明阳就甩了他一巴掌 然后靠在他怀里 哭着说道 你这两年去哪里了 怎么现在才回来 我恨死你了 李明阳看着哥哥和铁三边说道 我也要和你们一起去衙门 大哥 铁三边 我们的账也一块算 原来李明阳根本就不是什么摔下山崖 而是在回来的路上被自己的亲哥哥和铁三边谋害 掉下悬崖 幸好挂在了树上 得到好心人的救助 只是摔断了腿 得休养一年多才能回来 在山谷里有没有认识的人能帮他给家里人带口信 所以现在才回来 最后李明阳和铁三边被绳之以法 李明阳念在自己的侄子才十多岁 而且是受了父亲的挑唆才做出那些坏事 便一直把他带在身边 而没对好心收留心儿的夫妇 李明阳和夏小蝶也将他们当做自己的父母一样孝顺 将他们接过来 住在李明贵的房子里 反正就在隔壁 这下两个老人也有人养老了 这大概就是好着有好报吧 夏小蝶找回了丈夫 也找回了孩子 后来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 而女双全凑成一个好字 一直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男子贪瘾 与朋友片间吻婆 阴阳阳 夜间千万不要皆生 明朝年间 河北宝定府有一位富商 叫苗三太 祖上鸡蛋都是开筹布店的 生意非常红火 苗三太有两个儿子 老大叫苗胜 许其孙氏 老二叫苗栗 许其马氏 苗三太从小让苗胜 跟着自己做生意 却让苗栗专心读书 还给苗栗请了一位叫孙明的教书先生 老大苗胜做生意 没得说 可老二苗栗却不好好学习 四处游到 另外 孙明也是个昏庸无能 心术不正的老师 不把精力放在教书于人上 而是与苗栗合起伙来 哄骗苗三太 苗栗学习不好 不说是他不用功 不说自己教的不好 而是把责任推到石云不济上 苗栗到了二十岁的时候 没有斩获任何功名 孙明便又忽悠苗三太 送他去京城那间 苗三太被忽悠的团团转 一个劲的废银子 期间 苗栗的妻子马是生下一个儿子 许名苗晨 而哥哥苗生的妻子 却一直没有生育 尽管如此 苗三太仍然非常高兴 毕竟自己已经有了孙子 不管是长孙还是次孙 总归是后继友人 苗栗要到京城那间 老是孙明正好也要去参加乡试 所有费用自然都算在了苗栗身上 师生二人一起到了京城 但孙明只管自己参加考试 丝毫不管苗栗的学业 苗栗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 天天出入于京城各大风月场所 最后染上了性病 病好回家后 又染上了一场风寒 最后两病叠加 病死了 苗三太平十宠爱苗栗 见儿子病死伤心过度 不久病逝 后来苗栗的妻子马氏 也因伤心过度而病逝 只剩下苗栗的儿子苗晨 跟着大伯苗圣一起生活 此时苗圣仍然没有生儿育女 便把苗晨当作亲生儿子看待 到了十二岁的时候 便让苗晨跟着自己学做生意 苗晨特别上进 岳家指点便很快成一把做买卖的好手 这一年苗圣的妻子孙氏生下一子 取名苗晨 夫妻侍卫掌上明珠 孙氏心里高兴 又见苗晨平时表现不错 便把自己的侄女玉兰许佩挤了 想在亲上加亲 苗晨与玉兰婚后相爱 日子过得非常红火 苗晨长大后 孙氏想让他读书 但苗晨却说 我弟弟就是个教训 不但书没有读好 反而弄了一身臭毛病 我看就让儿子跟我学做生意吧 省得浪费银子 孙氏也不再反驳 因为中年得子 苗晨夫妻对儿子特别溺爱 苗晨不仅书莫读好 连生意也懒得做 整天游手好闲 与他的叔叔苗栗有一拼 苗晨见堂弟不争气 便与妻子玉兰商量 想与伯父分居出去单干 玉兰于是对姑姑孙氏说 苗晨渐渐长大 少不了要娶媳妇的 到时家里可就住不下了 不如我们搬出去住吧 孙氏一想也是 便对丈夫说了此事 苗晨便给他们买了一所房子 让苗晨和妻子在外面单独居住 当年苗晨25岁 还是帮助伯父打理生意 但苗晨觉得他们已经单过 便也参照其他工人一样 给他开一些工钱 有一天 苗晨对伯父说 我现在都已经成价了 虽说伯父也给我一些工钱 但根本不够生活 希望您能给我一些本钱 我想自己单独做生意 苗晨听后 没有说话 原来苗晨成家后便有了私心 经常在生意上做一些手脚 苗晨早就有所耳闻 但碍于勤奋一直没有点破 现在听说他要单干 心里非常不痛快 苗晨见伯父不答应 便邀请亲友来劝说苗晨 苗晨说道 苗晨从小就是我拉扯大的 是我教他学做生意 给他娶媳妇 他说要分居 我便给他买房子 而且还给他开工钱 并没有什么亏欠他 现在他竟然要出去单干 还找我要本钱 我现在年纪大了 苗晨还小 苗晨如果想走也可以 但是必须给我写一张字句 定期给我们赡养费用 然后我才能借本钱给他 还没等亲友们开口 苗晨说道 爷爷在的时候 家产就应该两分 可我父亲早死 没有分到丝毫 我母亲死的时候 本来还有一些遗物 现在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伯父是不是应该分一半家产给我 这是我应得的 怎么能说是借呢 苗晨听后大怒 骂道 你爹当年胡吃海喝 都是花的店里的银子 你爷爷欠下的债务 都是我来偿还的 你母亲死后的衣物 连丧葬费都不够 若不是我收留你 恐怕你早就饿死了 现在你竟然说出这种莫良心的话 苗晨说 既然你这样说 那这些都可以不算 但我从十二岁学徒 十五岁出土 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这十年的工钱 你应该给我吧 苗晨冷笑一声 说道 既然这样 是不是你娶媳妇的钱 买房子的钱 也都该给我呀 就这样 两人吵来吵去 亲友们劝也劝不住 最后没有办法 一个有威望的常者站起来 说道 之前那些事情都不要再提了 什么借不借的也不说了 现在只说苗晨因侄子五本经营 给他银子三百两 而苗晨感念伯父养育之恩 每年缴纳养老金十五两 长者说完话 大家都没有意见 苗晨 苗晨的初始目的也都达到了 两人便写下协议 做了公正 众人吃了一顿酒饭都散了 苗晨的新店开业之后 因为善于经营 又撬了伯父的几个老客户 生意越做越红火 而苗晨那里的老店 因为缺了苗晨这个帮手 儿子苗晨又不好好经营 生意越来越惨淡 苗晨认为是侄子在私下离到柜 抢了自己的生意 便去找苗晨理论 可苗晨根本不买账 而且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苗晨咽不下这口气 一气成病 不到半年便抑郁而死 苗晨听说伯父死后 假装过来哭丧 说道 所有丧葬费用 都有我一人承担 伯母和兄弟不需要担心 苗晨是这样说的 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把整个葬礼办得井井有条 亲友们借苗晨这么给力 都夸苗晨没有白富养这个侄子 可谁能想到 葬礼结束之后 苗晨竟然开出一份详细的清单 把所有的费用都列了出来 江伯父元先借给他的三百两银子 出的一钱二斤 孙氏见三百两银子都没了 便找苗晨要赡养费用 苗晨却说道 有本财有利 赡养的费用 原来要靠这三百两银子 现在本钱都用完了 哪来的赡养费 孙氏这才知道 苗晨之所以那么热心 其实根本就是没安好心 孙氏知道 丈夫是被苗晨气死的 如今又被他骗去了本钱 而且还不给赡养费 心中愤恨 便想去官府告他 苗晨听说此时候 四处打电关系 最后让孙氏闹了个不了了之 其实 如果苗晨若是个有良心的 虽然可以不借本钱给苗晨 但是完全可以像当初伯父收养自己一样 把伯母和苗晨接到自己家里 一方面可以赡养老人 另一方面也可以管输弟弟 但是苗晨心太黑 根本不管他们的死活 以至苗城中日无所事事 天天与一帮泼皮无赖混在一起 话说这伙儿无赖 其中有一个叫孙超的 就是当初那个孙老师的儿子 孙老师连考了今年都不中 最后郁闷而死 留下了这个儿子 结果孙超也是个不长进的 这都是当初他哄骗学生家长的恶报 苗晨天天在外面鬼混 母亲孙氏特别着急 见自己管输不了他 就想给他娶个媳妇来管他 孙氏央人给苗晨说美 人们都嫌苗晨不学无术 家里穷酸 有人提出只要苗晨出面 正婚保婚 这事情可以考虑 可是苗晨不但不管 反而暗地里说苗晨的坏话 所以找媳妇的事情根本没戏 后来苗晨在一次赌钱的时候 因为躲避棺柴的抓捕 把腿摔断了 腿伤养好之后 成了一个瘸子 这样就更莫人乐意把女儿嫁给他 要说不学好的子弟 什么都不想学 但只有一样不用教 那就是色 苗晨虽然娶不到媳妇儿 但是勾搭女人的技巧还算一流 他还没有瘸腿的时候 经常与孙超在一家赌场里赌钱 一来二去便把赌场老板的女儿给搞定了 老板的女儿叫秀娘 两人私底下打得火热 但这件事只有孙超一个人知道 后来苗晨的腿摔坏之后 便不怎么去赌场里 但此时秀娘却怀孕了 秀娘害怕父母知道便给苗晨写了一封信 让孙超烧信给他 其实就是想让苗晨买一副堕胎药 当时苗晨腿脚不便便委托孙超替自己弄了一副药 也不知道孙超是徒省前买了假药 还是药件本身太大 秀娘服药之后不但胎没有打成 反倒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苗晨知道后痛哭一场 法师再也不去修娘家里赌钱 可这种伤心没过多久 苗晨又好了伤疤忘了疼 随后看上了一个颇有风韵的中年接生婆 人称殷娘娘 魏石魔称他魏殷娘娘 因为这名女子比较邪乎 经常为人家大丝胎做假度 苗晨的妻子玉兰 婚后一直没有生育 害怕丈夫娶妾 也曾托过殷娘娘做过假度 她让殷娘娘从外面抱个孩子回来 没想到那个孩子半路上却死了 因此一直没有做成 苗晨呢 一是怪殷娘娘不敢好事 二是贪恋她的美色 便有心要捉弄她一番 于是跟孙超定下了一条奸计 一天 苗晨在偏僻处租了两间房子 与几个无赖在外屋里面赌钱 自己躺在礼物的床上 假装临产的孕妇 然后让殷娘娘来家里接生 到了三更半夜 孙超去找殷娘娘来家里接生 殷娘娘不知事迹 一路小跑来到苗晨租住的房子里 殷娘娘到了之后 现苗晨在床上包住头 她真的以为苗晨是孕妇 便往苗晨下面一摸 吓了自己一跳 而苗晨顺势而起 便把殷娘娘强暴了 尽管殷娘娘又喊又叫 但因为那个地方太偏僻了 根本没有人听见 最可气的是 苗晨心满意足之后 又把外面的帮无赖喊了进来 轮流把殷娘娘给欺负了 完事之后 他们把殷娘娘抬出去办理地 然后扔在了路边 殷娘娘忍住痛 好不容易才回到家里 殷娘娘本想去找他们算账 可是因为天太黑 根本没看清楚是谁 另外也怕坏了自己的名声 只好忍气吞声 在家里躺了一个多月才养好 谁知苗晨乐极声碑 自从那夜放荡了一番之后 感染了风寒便得了阴症 医治无效而死 临死的时候 嘴里还一个劲儿叫住秀娘 苗晨死后 母亲孙氏伤心欲倦 在给她收拾东西的时候 发现了一张纸条 可因为不认识字 只好暂时收了起来 孙超过来帮忙处理后事 孙氏问道 我儿子死的时候 嘴里一直喊住秀娘 你说是不是这个秀娘 把我儿子给害死的 孙超却说 不是秀娘害死了苗晨 而是苗晨害死了秀娘 于是便把秀娘写进买药打胎的事情 告诉了孙氏 孙超接着说 苗晨与秀娘是有感情的 秀娘死后 苗晨心里一直放不下 而且对我说 他把秀娘给自己写的那张纸条 一直留住作为纪念 孙氏一听便取出那张纸条给孙超看 孙超说正是这张 便把内容念给孙氏听 孙氏听后大哭道 早知道如此 我可以去找人说成这门亲事 不但秀娘不会死 连我的儿子也不会绝后 苗晨听说弟弟死了 也过来表示了一下 后来以妻子玉兰临产为由 便急匆匆的回家了 玉兰一向做假度 但这次怀孕却是真的 眼看住十月将满 一天夜里 苗晨梦见一个老婆婆对自己说 你妻子腹中的孩子 不是你的孩子 成东观音安后面野坟里的孩子 才是你的孩子 苗晨一听 当场被吓醒了 正好听见妻子在身影 他知道妻子要生了 赶紧让仆人去找那个殷娘娘来接生 家仆出去之后 没多大功夫又回来了 说道 殷娘娘夜里出去 接生遇见了鬼 接了个鬼胎 正在家里发婚 出不了门 他说成东观音安旁边 还有个赵娘娘 也是接生的 让我们去请他 苗晨听家仆说起观音安三个字 正与自己的梦境相合 便说道 走 我与你一起去 当日正好是七月十五 四更天气 月色明亮 苗晨二人往城东走 路过观音安的时候 只听见安后野坟里传出小孩子的哭声 苗晨感到奇怪 宇家仆提住灯去看 只见一个小孩子 躺在一座坟旁 抱起来看的时候 指尖的身上还包裹住用指尖的名医 苗晨因为有梦为证 见到孩子又惊又喜 连忙把孩子抱在怀中 让家仆去请照娘娘 自己先抱住孩子回了家 苗晨回到家的时候 玉兰已经把孩子生了下来 可惜是个死胎 玉兰正在那里哭泣 苗晨把孩子放在她身边 说起梦中之事 劝她不要悲伤 只说养了双胞胎 死了一个就行 家中只有一个丫头和哪个家仆知道此事 苗晨再三叮嘱他们 不可泄露此事 孙氏抱过孩子 把身上的名医摘掉 也真奇怪 那纸衣一脱 立即变成了灰烬 过了一会儿 赵娘娘来了 听说孩子已经生了 混了一顿酒饭 便走了 苗晨因为是在观音安附近见的孩子 以为是观音菩萨显灵 便给这个孩子取名苗观生 且说苗晨的母亲孙氏 听说侄女玉兰生了双胞胎 死了一个 晚熙道 若是两个孩子都活下来就好了 可以过季给我加一个 也算给苗晨留个后 其实这也是孙氏痴心妄想 就苗晨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即使生了双胞胎 也不会把孩子过季给他 孙氏自从苗晨死后 生活更加艰难 把苗晨的棺材寄存到城东的观音案里 自己却来找苗晨养老 苗晨新得了儿子 心中欢喜 有限伯母却实可怜 非常不情愿地收留了他 转眼间 苗观生已经长到了15岁 聪明伶俐 无论是读书 还是做生意 都是一点就通 比苗晨年轻的时候更加优秀 苗晨见儿子长大 给他娶了一方妻子 令人撑气的是 无论是苗观生 还是他的妻子 都对伯祖母特别孝顺 而苗晨就有些不幸了 在一次做生意的时候 发现家仆手脚不干净 有些吃里巴外的动作 苗晨几番与他争执 原来那个家仆与外人四通 偷了苗晨不少货物 苗晨发现后 把他打了一顿 而且扬言要把他送去见官 那个家仆也不是个吃素的 竟然说道 我虽是你的家仆 但至少也为你卖了大半辈子的苦力 如今占你些便宜也不为过 总抢过你在野分离 捡个不知道来历的孩子 还当做亲儿子养 最后连家产都要留给他 苗晨被他戳中了心里的痛处 一气之下便把他送去见官 结果费了不少银子 不但连赃物没有追回来 还把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结果一气之下 就去献了阎王爷 苗观生见家仆 把自己的父亲气死 便把他赶出了家门 但此时已经晚了 满城都在流传苗观生是个野孩子 苗观生心里有疑问 便去问母亲和养娘 但母亲和养娘 支支吾吾不肯说 苗观生只好把此事放下 又过了一年 苗观生的妻子要生产 将要分娩的时候 便又去找阴娘娘来接生 此时的阴娘娘已经死了 他的儿媳妇接过了婆婆的衣钵 称作小阴娘 苗观生是头天晚上去找人接的小阴娘 结果他第二天早上才赶过来 幸好苗观生的妻子分娩的吃 等小阴娘过来之后 才生下一个儿子 苗观生请小阴娘喝酒的时候 问道 卫石魔昨天夜里去请你 你今天早上才到 幸好我的妻子命大 不然可恶的大事 小阴娘说道 19年前 一个7月15的夜里 我的婆婆出去接了一个鬼胎 得病而死 从那之后 我们晚上都不出来接生 苗观生问 你婆婆怎么接生了鬼胎 小阴娘做了个惊悚的手势 便慢慢的把这件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 原来阴娘娘自从被苗城等无赖奸骗后 凡是夜里来请她接生的 要么是让丈夫和儿子陪她一起去 要么干脆不去 那年7月15 夜里三更十分 忽然有一个青衣童子提灯来到家里 说是赌场家里的闺女秀娘 要请她过去接生 因娘娘便同丈夫 跟着那个童子来到观音安后面的 一所小房子里 一个丫头出来 让童子陪着丈夫在外面坐着 因娘娘则进了屋里 服侍秀娘生下一个孩子 把孩子洗完之后 秀娘脱下身上的一件衣服 把孩子裹了起来 又去枕边取出一定银子 送给因娘娘 因娘娘向她讨一条喜裙而穿 秀娘便从箱子里取出一条旧裙子给她 那个丫头取出酒饭给因娘娘吃 因娘娘总觉得酒饭有一股子土腥味 吃了几口就不吃了 后来 因娘娘感觉这个屋子里阴冷异常 心中有些恐惧 赶紧出门 可出来又找不到丈夫 便赶紧往家里走 走在半路上 发现自己腰上的喜圈竟然是纸做的 连忙脱下来 再看手里的那一钉银子 竟然也是纸糊的 仔细一看 直线喜圈和银子都化成了灰 吓得浑身直冒冷汗 一屁股跌在地上 此时 丈夫不知道从哪里出来 把她扶回了家 回家之后 因娘娘一病不起 末基天便死了 第二天 她的丈夫再回到观音安后面查看 哪里有什么小房子 只见是一片坟墓 其中一个小坟旁边还有一些血迹 也没看到有什么孩子 然后她去问安里的尼姑 这才知道那个小坟是赌场老板女儿兄娘的 死后没多久便埋在那里 也许是死后产儿 但孩子不知道去哪里了 苗冠生听小阴娘说完之后 惊得目瞪口呆 心想 我今年正好十九岁 也是七月十五夜里出生的 有人说我是从业坟里抱回来的 难道我就是那个秀娘生的孩子 但父亲是谁呢 正在游移的时候 只见伯祖母听完小阴娘的话 坐在那里哭了起来 苗冠生赶紧问她哭什么 伯祖母把儿子苗成 与秀娘当年的那段姻缘说了出来 然后又从身上取出秀娘当日写的那封信 苗冠生看后大吃一惊 又把养娘叫过来追问此事 养娘见已经瞒不过此事 只好说了实话 这时苗冠生才恍然大悟 抱住伯祖母哭道 原来您就是我的亲祖母 死去的叔叔便是我的亲爹 伯祖母喜鸡而泣 与孙子相认 这就是天道使然 让苗臣收养了苗家的骨血 苗冠生种谢了小阴娘 然后让人通报了赌场老板 原来秀娘死后 赌场老板知道女儿因为堕胎丧命 心中愤怒 但始终查不出奸夫是谁 只好作罢 赌场老板嫌女儿做出丑事 本想一烧了纸 后来妻子刘氏不仁 便让丈夫把他葬在了官银庵后面的野分堆里 后来赌场老板死了 也没有儿子 只剩下刘氏一个人 苦苦维持生活 刘氏听说自己突然蹦出一个外孙子 高兴得不行 后来 苗冠生代任了外祖母 把他接回家里奉养 然后把父亲苗成与母亲秀娘合葬在一起 苗冠生感念观音菩萨显灵 救了自己一命 便捐钱把观音安好好修缮了一番 一年之后 苗冠生又生下一子 然后过祭给苗晨之后 苗冠生感念养母玉兰的养育之恩 把他当作亲娘一样侍奉 当年苗晨辜负了伯父的养育之恩 不肯收留苗晨 结果老天收了苗晨的儿子 这就是兄弟不和 忘恩负义的报应 像苗晨这样的不孝子孙 把自己性命搭上也算报应 但最后儿子也有了 孙子也有了 而且把苗晨的家产都继承了过来 这也算是一种幸运吧 可能是脱了父母的福分吧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